今天就是我们有一个vacation day 那么我们拉着我们家后面的这个房车 然后可以去度假 所以像在路上 那么就是有时间跟大家聊聊天 多元文化是这个整个 现在这边的教育体系的 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教育 就所有的学科都会要讲到多元文化 所以说这个国家的文化是这样子 这个多元文化呢 帮我解决了很多 对世界各地的同学的一些态度 因为我的那个国际学校 真的是有全球各地的学生 都带着有不同的文化 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 包括我想生活的城市 然后身边也是有澳洲的 有德国的 然后有南美的 什么墨西哥的 然后文化不一样 都很开心 因为我们就是彼此的融合 因为真的有很多不同 如果你没有就是说去尊重对方的多元文化的话 你真的很难就是和平相处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这个人怪怪的 怎么怎么的 但是自从学了多元文化以后 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点 我们就会忽略掉这个点 你知道吗 就会觉得哇 那个点很好 比如说 你看那可以做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我们就要多跟他在一起一起去吃饭 对 把这个话扯回来 多元文化它本质是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做自己 做自己是什么呢 就是知道我是谁 我要做怎么样的人 那么他是谁 他是怎样的人 不管他是谁 你对他的爱都是无条件的爱 你就是单单纯纯的爱他 真正的爱就是我爱你的优点 同时我也爱你的缺点 because that is who you are 像我曾经别人跟我说 你有这个毛病 那个毛病 在国内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就说 好 那我来改 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 我就变成结巴了 你知道吗 往事不能再提 总之当我们学会做自己 更好的爱自己 且生命得到尊重的时候 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 当你爱自己的时候 那么快乐就很容易找到 然后你也可以 很容易地保持自己的快乐的状态 好啦 下期见 如果有话题 我再想一想 可以跟大家聊什么 那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对